在设计你的居家空间时,选择合适的沙发是非常关键的。 沙发不仅是客厅中最突出的家具,也是家人和朋友聚会的中心。 以下是关于选择沙发的五大常见问题,这些答案将帮助你做出明智的选择。 选择沙发的五个常见问题。 我应该选择什么尺寸的沙发? 在选择沙发之前,首先测量你的客厅设计空间,并考虑到门口和窗户的位置。 确保沙发的尺寸不会造成拥挤。 什么样的沙发材质最耐用? 皮革沙发通常比布料沙发更耐用且容易清洁。 如果你有小孩或宠物,皮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然而,布料沙发提供更多的颜色和样式选择。 我该选择什么颜色的沙发? 选择沙发颜色时,考虑你的室内装潢风格和颜色主题。 中性色彩如灰色、米色或黑色,能轻松搭配多种装潢,且不易过时。 如何确保沙发的舒适度? 试做是选择沙发的重要步骤。 确认沙发的座位深度和背部支撑是否符合你的需求。 座椅的填充物应该既有弹性又能提供足够的支撑。 沙发的样式和形状有哪些选择? 从传统的三人做沙发到现代的良型沙发,甚至是定制的模块化沙发,市场上的选择非常丰富。 这些问答可以帮助你在选购新沙发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,从而使你的居家空间更加舒适和美观。 请留言你在装修上的疑问,让我们来帮你解惑。 每周固定上片,订阅我们才不会错过。 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装修、装潢的知识。 了解装潢费用、装修预算、装潢报价单、参考室内设计风格。 如果你想了解装修、室内设计的大小事,你可以再用下角免费订阅频道,然后开启小铃铛。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推出的影片。 也可以在下方发问正在困扰你的问题哦。